好像普通人家打广告请人哦 那时候要请员工就是打广告对吗 还是教评人介绍啊 可是那种的方法 对我来讲啦 传统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只是顺序要找人 可是我们不是要找一个人才 after SIS这个课程 自己很清楚 要找人是怎样子的人 而且也有一个 expectation 然后呢 同时间 大量的filter出那些不对的人 所以这个是最powerful最powerful的 SIS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在广告方面 老师有一套的策略 说可以帮我们找到 真正我们要的人 因为在那几个 那几个这个 这个appetizing的step那些里面 包含了很多都是 psychology的东西 这样东西就是能够引起 所以有新人和这个人才的注意力 和那个他们的attention 找一个职位我需要的 然后list出来的那些 我要找人才需要什么 好像sh&b cham这些东西啊 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最重要 有了这些我就会设计一个广告 广告包含了全部老师教过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能够让我们吸引到那些市场上我们要找的人才 SCS是totally跟SIS不一样 SCS能够把团公司里面的人才团队能够join 这样讲结合在一起啊 能够partner link在一起啊 因为因为人才和人才之间 未必是都是会配合的 因为各种各种的信念啊 各种各种有的什么他的想法 所以有了SCS这套系统会把整个team 还有整个公司的每一个department的的人才 全部都link在一起 如果更加包袱来讲就是说 就是能够团结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啊 同时间不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 变成这个SCS啊 是虽然说很简单 可是他的效果啊 能够解决到很多人才的问题 SCS number 3 and number 4 能够把他们department的人link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会 同时间也会 会激发到那些不够努力的人 对那些还没来 真的就是说他们 就是还在忙忙碌碌做工 每天都在救活 每个department都在救活 变成 省了那个钱 更加惨 浪费更加多钱